大家好,突發揭露 這部影片播出是4月3日的,大家好 昨天香港新聞裏面有一宗大家未必很留意 就是網絡紅人龍心被判判囚半年 因為他2020年的時候是虛報選舉開支 一個真是人渣,他和流馬車兩個都是賊 但是如果你在龍心,你們始終都會讓我們要講起另一個人物,叫做黑超 黑超和龍心簡直是比打Bang 現在這樣的黑超當然是忘記了兄弟了 陷家靈,是不是? 一會兒再說這件事 除了這件事之外,國際局勢其實也挺危台的 以色列呢 就去攻打 加沙地帶裡面一個NGO 叫世界中央廚房 那裏炸死了很多裡面一些工作人員 去做慈善那些,救濟那些巴巴斯坦人 這個裡面有很多加拿大人,澳洲人,澳洲總理都出聲去譴責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是不是刻意的呢? 為什麼多次這些救援組織的人會被殺的呢? 除了這件事之外,以色列又犯下滔天大罪 就是呢 在較早之前,就直接在軍閘伊朗駐治里亞的大使館 其實實質上是等於對伊朗宣戰的 所以中東陸勢很亂 那為什麼內塔利亞湖這樣做呢? 待會會跟大家說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來 首先呢 我又想繼續講一講垃圾經費的題外話 講一點點 有個網友呢,就扔一個很舊的圖 他說立法會通過草案 這個圖已經是2021年了 那時候呢,可能垃圾經費呢 那些卡通樣子都沒有 沒有搞清楚 可能黃錦星已經發明了這個公仔樣子 總之呢 連個袋子的大小 在2021年那個法案已經寫了 其實這件事很明顯 老實實 我罵謝展環是不留餘地的 我要承認 但鄭展環呢,其實就是可能 他是一個公務員 他就說那條法例寫什麼呢 他就鑑死去完成了 但是這條法例 會不會是這次 黃錦星亂寫 跟著這群建制派議員一起 是扔 跟著呢,有獲的時候 那些議員通過了 那實行不到的時候就賴回到政府那裡呢 這樣 黃錦星的樣子呢,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因為這個混蛋呢 這個混蛋呢 做了十年的環境局局長 閉門造居發明一些 神經病的法例和機制 這個人呢,梁振英也要負一些責任 因為梁振英請他 但可能梁振英請他的時候 不知道他那麼離譜 那就是我呢 我也很承認 我女兒和兒子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我老婆都在加拿大 他們讀完書回來香港 但是他們在加拿大生活裡面 都會 我和他聊天都說 有垃圾徵費 但是人家的垃圾徵費呢 不會像香港那麼擾民的哦 是不是啊 2021年就寫死了 就是說 一定要 那些袋子要分四五種 這裡不止四五種哦 數了七八種哦 是不是 人家呢 在加拿大呢 我就知道他們的地稅 就算在垃圾徵費上 總之呢 就不會那麼擾民 要市民 買不同的袋子 處理不同的垃圾 這樣 這個呢 基本上呢 人家國家行垃圾徵費 至少加拿大不會那麼低能的 我們發癲鬧啊 謝展環的時候啊 又說他 喂 如果那些廚餘有雞骨怎麼辦啊 有些硬的豬扒骨 什麼東西骨都好啊 他就說多做個袋子 謝展環呢 是在執行黃錦星的首尾 他這麼粗地說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真的 人家的國家不是那麼低能的啊 人家垃圾徵費 但是人家的國家又不同啊 譬如說舉例我加拿大是住house的 我承認一下 加拿大住house很平常的事 但是在車房 有很多位置的 即是我們家屋 室內就 總之 就站起來了 那些廚餘就放進去車房裡 明不明啊 如果廚餘一個星期收一次 臭臭地呢 我都聞不到的 因為呢 他在車房裡隔著了嘛 但是香港環境呢 搞處理廚餘的時候呢 複雜很多 因為密度高很多的時候呢 可能加拿大經驗呢 也都未必太適宜的 但是黃錦星很明顯就是 他閉門造居 他去搞這條法例那一刻 食環處都不在他的管理那裡 他鑑死臨下台 2021、2022年下台 2021年鑑死弄了一條法例 就說 哎呀我研究了九年了 我就要上啊 這樣 但是其實寫了一堆垃圾 議員也是一幫盲目 那些建制派議員是很大責任的 即是現在這99個立法會議員呢 2021年12月選贏 進去的 是上一屆呢 那些舊議員真的很多盲目 即是說呢 現在89個裡面 有些是22年才上任 22年1月 他是新的 那不關他事 但是有些舊的議員 他們其實都是跟黃錦星一樣 是盲目 是垃圾 如果要罵的話 什麼陳建峰啊 什麼啊 經文聯啊 什麼葉劉啊 其實這些呢 長期壟斷議席的建制派呢 全部都跟黃錦星一樣 是盲目來的 即是呢 一罵黃錦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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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很久了 我不說那麼多了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很明顯的形勢呢 其實我可以說預計 就算把垃圾徵費推遲到2025年 這麼煩瑣的結構 又不知道幾十萬個袋子的垃圾收費呢 至少我看到加拿大不會實施了 我想其他國家 我聽說台灣也不是這麼低能 這麼煩的 那無論怎樣也好啊 即是黃錦星這個加法呢 我覺得呢 我覺得 香港政府要有勇氣 直接廢除了 那條垃圾徵費的法例 跟著呢 重新研究 重新寫過 我覺得呢 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啊 現在黃錦星做這一套東西呢 你鄭子華強硬落實的時候呢 肯定闖大禍的 現在我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整條法例 廢除了重新寫過那個了 我覺得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當然啦 這個應該是副題來的 說得好像正題一樣 龍心 龍心呢 他是2020年去參選 2020年的時候呢 其實黃絲還是當道的 在國安法生效前 那時候正在預備著嘛 即是國安法生效之後 他們繼續推出初選嘛 後來就是 中央決定將選舉推遲年多 去到21年年尾才去選吧 龍心參選的時候 他竟然呢 將很多無謂的東西 自己在酒店裡 不知道 的租金這樣 就說選舉開支 美容 療程 又選舉開支 總之就想騙錢 其實這些行為 是黃絲的行為 來的 因為這個選舉詐騙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有個港獨派 也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龍心 會跟黃絲做一樣的事情呢 喂 他在地鐵播歌 播歌歌說愛國的嘛 這個混蛋 是不是啊 然後他就說 哎呀 我很相信我一定沒事 你上到法庭說 你不請律師 又相信一定打得掉 你顯示就是說 哎呀我 光明磊落啊 但是局官說 喂 你不是什麼差事都可以拿來 去CAM選舉開支的哦 你不懂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你是不是想著 扮 扮愛國 扮建制 是美國人派來 混入建制的裡面 然後呢 你目的就是說 黃絲 好像叫做 什麼什麼 陳百語 是一個港獨派 也是這樣做的嘛 你就是想著就是 攬炒建制 其實呢 港獨派 也是這樣騙損經費 建制就是一樣 是不是啊 其實是同一道理的 那些黑衣人到處打人的時候 又弄些白衣人在元朗到處打人 那就會說 嘿 撐政府的人是黑社會 那些黃絲港獨是黑社會 那其實大家都差不多而已 但是我會一直都認為 白衣人是收美國老錢 做省工的嘛 所以我說 這個何君堯全家拿來的嘛 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你想起 這個的 龍心 要扮愛國 要潛入建制派 那有什麼人幫他 進去建制派呢 就是黑超了 黑超全名呢 叫許文鋒 那黑超呢 我曾經認識他啦 我不知道他是美國間諜來的 我直接說他是美國間諜 是不是啊 你龍心擺明就是一個 性罪犯 他說愛國呢 其實就是想 抹黑呢 建制派的形象 那 性罪犯 都可以得到呢 建制圈中人 引領下去 跟建制呢 連成一體這樣 那黑超很明顯就是 一個美國間諜 他跟華記一樣是美國間諜 他華記現在叫人買日本樓 黑超就叫人呢 就看龍心 大家都在這裡呢 放毒 害人 是一個樣子 不是黑超呢 不是許文鋒呢 我不會認識石保德聲匯網的 跟著黑超跟我說 聲匯網呢 是西環看得起的人 這樣 那現在事後就說 喂 阿爺會支持那些人去說 共和黨那些什麼外星人嗎 又說我們龍的傳人是 是什麼 是外星人子孫 啊 我們中國人全部都是 外星人的子孫 你是不是瘋了 你石保德是不是傻的 我不是 我這個節目 不想 大力去罵Adam 石保德 那些人 這些契弟 全美國 以來的邪教 什麼外星人啊 蜥蜴人啊 是不是啊 講這些垃圾啊 狗屎啊 迷信啊 又在這裡詐騙說自己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是不可能信 輪迴的 石保德你騙人呢 就麻煩你學聰一點 是不是啊 你day one跟我說你是天主教徒 接著做著節目說你信輪迴 就是你不是天主教徒啦 我認為你詐騙了 起碼你詐騙了我啊 但是你罵石保德沒用 就是說沒有黑超的推介呢 我不會認識石保德這個全家靈的 就是說你黑超這個人呢 這些美國間諜呢 起碼介紹了一個叫石保德 向大眾推介了一個石保德一個人 第二個人就是龍心了 兩塊都是屎 石保德 就對一個女網友齒聯眾氣 龍心呢是性罪犯 做節目呢 就非禮旁邊那個女主持 兩個是一口丹的狗屎來的 黑超這樣 就推介一些性罪犯啊 要是那些呢 那些男女關係混亂 好像石保德那樣的人 那黑超自己呢 他跟我說呢 他老婆都很害怕他到處去追女兒 因為他 根本就有這樣的取向 很喜歡玩女兒 所以他老婆很 很信不過 很擔心那種 他有錢啊 有錢當然可以去玩女兒啦 是不是啊 這些人說是建制的 他當自己是007來的 美國是間諜來的 黑超 罵太多了 最後啦 講講國際局勢 以色列呢 就好像封了狂那樣啦 他對著NGO呢 就是這樣 屠殺NGO 那些NGO裡面那些是有澳洲人啊 有紐西蘭人啊 有英國人啊 有美國人啊 不是那些隔了一層 譬如說那些法國人啊 那些德國人啊 不是 但是 是一些英美人士 他都是 喂 是他們那些 喂 美國佬 可能是 將軍火提供了給以色列 你以色列去殺咯 美國佬真是一個 是劊子手 是人渣來的 但美國佬呢 就扮自己文明 就說 喂 我提供軍火給你以色列去殺人 但另一邊呢 就玩兩面手法 就派些NGO 那些NGO很多時候都是美國間諜來的啦 但是說 哎呀 我們美國人 其實都還有些善心 我們英國人有些善心 我們澳洲人有些善心 加拿大人有些善心 我們五眼 五個國家的人都有善心的 那但是以色列呢 是惡意炸死他們 那一句說完就是 你 在 那就是 那個時間是 美國 投那個 的 棄權票呢 就是 3月25號的 這個要說清楚 哈 就是 美國投棄權票3月25號 以色列呢 可能想了剛剛一個星期多些 他去決定呢 炸死你的 那些 英國人 美國人 加拿大人 澳洲人 他就告訴你 我呀 是你們五眼至上 你們這些 美加奧紐英裡面最惡的控制的就是猶太人 我是猶太人 就有權殺你們這些爛 白人 你們低過我 我喜歡殺崔嗎 我殺完你的人 你都要讓我呀 你夠膽投棄權票 我殺殺你那些平民 殺殺你那些 美國那些 那些 那些假裝好人的間諜 萊塔利亞湖 是對這一個 美國在聯合國投棄權票 通過 耳巴要停火 的一個表達 你叫我停火 我就殺你的NGO的人 這些人用來做戲 假裝慈善 你明白嗎 低三下四我就殺了 以色列的行為很惡毒 跟著 你美國投棄權票 你投棄權票 那就是說 我在加沙要停火 但是你沒有叫敘利亞停手 你沒有叫黎巴嫩真主黨停手 只是叫我不要打 巴勒斯坦人 加沙而已 那怎麼辦呢 以色列 沒有違背停火令 就在敘利亞 直接 轟炸 伊朗駐敘利亞的大使館 那這個什麼行為呢 就是宣戰 跟著 伊朗直接 跟你以色列 開戰的時候 逼你美國 在中東下水 如果以色列不夠打的時候 你美國 用核彈搞定伊朗 這個就是內塔利亞湖的盤算 內塔利亞湖來說 你拜登拋棄我嘛 你拜登 拋棄我 叫停火嘛 我玩大一點 逼你 跌進去中東的泥坦 此理陪我攬炒 死 但是內塔利亞湖呢 他不止被拜登拋棄 其實呢 我說漏了之前 在中美爭霸那裡 在3月25號 時間很有趣 都是3月25號 特朗普呢 就叫以色列收手 特朗普說 喂 你 你不 不盡快停這個加沙戰士的話 全世界都會 砸棄你以色列 你失去全世界的 特朗普的說法呢 又 極端支持 內塔利亞湖 變成跟拜登一樣 你收手吧 特朗普 為什麼會跟拜登說話 是一樣的呢 特朗普跟拜登說話 對以色列的立場一樣 之後 就是3月26號 跟著呢 特朗普的True Finance True Social呢 就成功上市 即是特朗普在以色列的立場上面 一放遠而已 立刻得到呢 回報 他立刻呢 人家告到他 仆街財困呢 他立刻有幾十億美金進帳 他是創辦人嘛 他拔出來 拔出來去上市 那三四成的股份 就會值幾十億美金啦 遲些股價可能再炒上去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說 特朗普可以跟拜登聯成一線的話 那我之前假設內塔尼亞湖 和特朗普一起 搞三二二恐怖襲擊的話 整個 假設就錯了 先不好意思 有時候的事情 世界局勢有時候分析 你合理一些 可能就說 你少看一件事 你就會覺得 是否特朗普和內塔尼亞湖 和拜登 撐到行 所以搞三二二恐怖襲擊呢 但是現在發覺 特朗普和拜登 原來是一路的 一直的印象 都覺得 拜登和特朗普 死對頭來的 原來現在一路 去一起叫 內塔尼亞湖收手 這樣說的話 三二二 就應該不是以色列做的 是拜登做的 如果整個假設變了的話 就很嚴重了 我們需要中美爭霸 完整些說回這件事 明天留意中美爭霸 先到這裡